主播大北市松山区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 人伦悲剧 一名70多岁的老妇人 疑似长期照顾卧病在床的儿子 不看这个心力焦脆 今天是失手杀了儿子 而正解案件是在上午7点多的时候 有消防局获报说 需要疾病救护案件通知警方到场处理 可是警方到场的时候 发现一名50多岁的男子 已经躺在床上没有呼吸心跳 而且口鼻是被用胶带缠绕住的 而她的母亲当时就坐在病床旁边 不断的唾气 而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邻居们都相当的震惊 因为一家人平常相处相当的和谐 我们来听一下邻居怎么说 应该说他们两 应该是上下户的走动都是蛮平凡的 而且看起来就是家里都是算蛮和谐的 也没有什么吵闹的噪音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沾吵过 从来没有听过 蛮错误的 因为他们家看起来应该是 家里就是关系都还蛮密切的 所以怎么今天早上就会发生这个 真的蛮残的 好 谢谢你 这名死者因为罹患了重度的小儿麻痹 所以从年轻十多岁的时候 就一直卧病到床 到现在家人都有替她来请看护照料 而疑似是因为长期请外用 这个费用太过庞大了 家人其实之前有想要申请补助 但是他们有房子 所以资格不符合 可能是这个经济压力 加上长期照顾的心理压力之下 才让这名老妇人杀了自己的儿子 而犯案之后 她目前仍在派出所制作笔录 情绪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目前家人也已经帮她请了律师 来协助制作笔录 稍后有任何最新的情形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先把时间交给朋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